HELLO 大家好,我是Gin喔 很開心喔空中跟大家見面了 那就如同標題所示喔 將澳洲的Aldi電信帶回台灣如何正確的漫遊喔 首先呢,這次2023年7月份我回到台灣之後呢 我遇到一個問題喔 就是我有兩支的Aldi電信的預付卡 我都帶回來了 那其中一支呢,在台灣完全都沒辦法註冊當地的台灣的基地台 也沒辦法收簡訊喔 另外一支Aldi電信的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也是同樣的安裝在iPhone的手機裡面喔 過從7月1號到7月20號將近這20天的時間呢 我就不斷的寫信電話給澳洲的這個電信客服去進行處理喔 那終於原本一度要放棄 最後拖了20幾天,終於拿到正式的文件把它解決跟處理完畢喔 其實呢,在7月1號的時候呢 我就已經寫了信件給電信公司喔 但是第一封信我覺得我寫的不好 那客服也是簡單的回答 所以後來又隔了幾天 我就用網路電話再打電話到澳洲 等了40分鐘,終於有人接聽 我也是講完之後呢 也只能獲得簡單的排除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在台灣把其中一支Aldi電信去收簡訊喔 經過20天我不死心 我這次呢,換個方式再寫一次信給客服喔 有用幾個技巧 最後這個客服變得非常聰明 他給我官方給我的文件內容去排解這個問題喔 那我把這個資料的中英文版本附在這個畫面上面 那大家可以造成相同的步驟去排解這個故障喔 這個畫面你可以按暫停或是截圖喔 去看一下沒有關係喔 首先呢,他提供我六個步驟去處理這件事情喔 那當時呢,我其中一支的電話卡查進去之後 他在台灣可以就是使用Wi-Fi 然後連上Wi-Fi calling 但是怎麼樣都無法註冊到中華電信的激勵台 沒辦法註冊也就代表沒辦法在台灣收到來自澳大利亞的簡訊喔 那我另外一支Aldi電信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一定在某地方出了什麼樣的狀況我們不清楚喔 所以他提供了這六個步驟 那我們就一點一點把它說明下來喔 那他給我六個方法的處理方式 像是第一個步驟就是關閉手機的電源 將你的電話卡從你的手機取出來之後呢 再重新裝回去 第二點,在正常的情況下 所有的iPhone手機喔 你插入電話卡之後 他會搜尋當地的激勵台並且進行註冊喔 但是在我俊宜遇到特殊的情況底下 他建議我們將自動搜尋激勵台註冊的這個部分 在步驟二改為手動的方式註冊中華電信 他告訴你激勵台中文以及英文喔 以及這個激勵台的英文的代碼 以及它的頻段的頗號都在上面了 當步驟二還是沒有辦法成功的時候呢 那就是來到我今天造的唯一成功的部分 就是步驟三喔 那當時我的手機呢是iPhone SE 那我照他的步驟去重置我手機的電信記憶台的網路設定喔 這個過程會讓你的手機的WiFi功能暫時無法連接 因為我是使用蘋果的手機喔 在官方的文件當中 從第四步他告訴我們進入設定裡面之後選擇服務提供商喔 取消自動註冊基地台 當你看到你的手機直接顯示Telstra Network的時候 那就表示你需要重新設定這支手機喔 那把它關閉再重新打開喔 那這邊呢步驟五是針對安卓的手機以及步驟六喔 這邊寫得非常的繞口令喔 所以我們在下一頁會用更簡單的方式跟大家做說明 就如同這個畫面當中喔 我們就是要 使驗的條件就是iPhone SE 或是更新一代的機種喔 我相信大家的手機一定比我這台手機更新喔 所以呢我們要怎麼去做排解這個無法註冊基地台的問題 就是在設定的這邊選擇在一般裡面有一個叫做轉移或重置iPhone 請您點選這邊進去之後他有一個叫做重置 重置裡面會有一個叫做重置網路設定 那你就直接按確認完成之後呢 這支手機原本他可能抓到錯誤的基地台導致他沒辦法註冊的這個記憶點 他會完全在這個iPhone上面直接把它消除掉 請不用擔心 重置網路設定並不會讓你的手機壞掉 只是把我們的連接註冊基地台以及WiFi的功能把它直接做清除喔 那通常呢清除完畢之後呢 那我們就是再一次的重新開機 開機完畢之後呢 在正常的情況下 他應該就可以抓到台灣的中華電信基地台 呈現3G或是4G的註冊方式喔 但是這裡呢 如果說他的速度比較緩慢 我們還是有一個步驟可以進行 我們看步驟2這邊喔 請你點選到設定這邊 他會有一個行動服務這邊 行動服務裡面會有一個叫做選擇網路 如果你在網路這邊看到顯示Telstra Wi-Fi calling 那這樣子不是正確的喔 我們請你直接把他的自動註冊基地台的這個地方自動把它取消 這個取消完畢之後呢 他就變成用手動的方式去選擇 你喜歡的基地台喔 我們這邊也要選擇的是中華電信 充花Telecom 這樣子他就會能夠成功註冊了 那成功註冊完畢之後的畫面到底是如何喔 我們看這張投影片 首先第一個你的訊號呢 你的訊號呢應該會有三到四個喔 畢竟中華電信呢在台灣呢是收訊第一名的基地台 你會剛開始看到3G或是4G喔 那在這個畫面當中我們是用手動的方式註冊中華電信喔 註冊完畢之後呢我們記得要關閉行動數據上網喔 因為呢澳洲的電話卡在台灣呢行動上網的漫游的費用呢是非常的貴喔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行動上關掉 關掉行動上之後呢你會看到3G跟4G的這個符號會消失 請你不用擔心 就算符號消失 只要離我們這邊最近的四格的這個訊號基地台有連接成功 還是能夠收到來自澳大利亞的簡訊沒有問題喔 那很多位朋友會問說Gene那你在前面的很多影片當中都有跟人介紹WiFi coding的技術這樣神奇的功能喔 那到底手機呢要不要連上WiFi還是不連那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喔 我們今天就直接整理出一張大的表格告訴你在台灣會有兩種結果 不管你是開WiFi還是沒有喔 那這張表格就是我們在2023年的精華喔 Aldi電信呢在台灣如果不連WiFi或連上WiFi呢會有拿兩種的結果喔 那相同的實驗結果我也可以重複驗證給各位看喔是沒有問題的 假設呢我們先看這邊手機呢不連接WiFi情況下就會出現呢 四格的格子顯示中華電信 那這樣的代表的意思就是單純的使用中華電信的激勵台 那在澳洲的朋友呢他可以打電話給你 但是你仍在台灣接聽的話費用就會非常的貴喔 所以我們不鼓勵在這種狀態狀態下去接聽喔 但是這樣子可以免費收到來自澳大利亞的驗證簡訊 這邊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會說那如果我連上WiFi之後呢 他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呢 我們看另外一邊右半邊這邊喔 當你用Alde電信點上WiFi之後呢 他會啟動一個非常特殊的很棒的功能 叫做WiFi Calling的技術喔 這樣的技術呢會讓你這張電話卡呢 模擬你人呢在澳大利亞境內 也就是我今天人在台灣 那我選擇方案呢可能就是打澳大利亞電話或是接聽 可能都是免費的喔 那這樣子就是完全模擬你人在境內 只要有啟動這個符號叫做Telstra WiFi Calling的技術 這就是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啟動這樣的WiFi Calling技術情況下 再進一多方的測試喔 澳洲的朋友或是澳洲的政府銀行單位要傳簡訊給你的時候 在WiFi Calling的情況下 你是沒有辦法收到簡訊的喔 所以這張表格就很清楚的告訴你 你在台灣 如果你使用Alde電信 你要收習慣收到來自澳洲的簡訊 你就不要開WiFi 如果說你常常會需要接到來自澳洲的朋友 打電話給你 或是說你在台灣境內要用特殊的方案打電話到澳洲 給澳洲的室內電話或是其他單位的時候 那你就要打開WiFi 並且使用這樣的一個技術喔 那經過了20天 終於原本不能註冊的這張Alde電信的基地台的電話卡 終於被我扭轉成功 現在我兩支的Alde電信在台灣 都可以漫遊中華電信的基地台喔 當下的心情是非常開心喔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拖了快要一個月 一直跟客服之間寫信都沒有辦法處理好喔 我自己其實也是一度很想要放棄 但是先審理一下心情 我們不單只是簡單的喜悅喔 我們要馬上進行重複驗證 就像我的頻道一樣提供正確的驗證方式 給客位可以重複的操作喔 所以呢我就又例如我用台灣的手機的門號 假裝呢我就傳送到我澳洲這支手機門號喔 那我的手機門號呢是0404開頭 所以呢我就把0去掉改成加61 直接傳簡訊的方式出去喔 那畫面當中你可以看到 那就是有Aldi電信跟台灣的電信 那我就用台灣的手機門號 傳一封簡訊過去進行測試喔 好那發出去之後呢 那過了不到30秒之內呢 我們看另外一張大的畫面這邊喔 在手機沒有啟用WiFi的情況底下 就是沒有連接WiFi喔 他確實可以收到簡訊喔 那因為這是我用台灣的手機 故意去傳我澳洲手機門號 那因為我已經成功註冊台灣的中華電信 所以我澳洲手機門號 本來就可以直接收到這個簡訊是沒有問題的喔 那這是第一步驗證 就是用他的門號傳到澳洲手機喔 但我們不能只驗證一次 所以第二次呢我就請我澳洲的朋友 我當下傳訊息給他說 欸可不可以請你發個簡訊 到我澳洲的手機門號裡面喔 第二次的實驗就是澳洲的手機的門號 傳到我澳洲的門號裡面 但是我這支電話人在台灣的境內 我們看能不能收到簡訊 一樣的使用條件沒有打開WiFi 單純漫遊中華電信基地台 好我們看一下喔 那他就是接近11點時間 他直接傳送給我 那一樣也可以收到來自澳大利亞的簡訊 那到這邊喔 我們已經重複驗證至少兩次的方式 終於成功了喔 那Alde電信有問題 到底要問誰 是要問俊宜嗎 還是要問旁邊的朋友 其實你有更直接的方法喔 我們在畫面當中呢 你可以很多方法 包含掃描QR code 找到正確的解答方式喔 你人呢 如果在澳洲境內呢 Alde電信的用戶 直接手機直播2534 或是你可以撥打13009893個0 13009893個0喔 那如果你是已經回到台灣的情況下 你可以透過網路電話Skype的方式 打電話到加61392235590的這支電話號碼喔 或是第三種方法喔 也就是我今天嘗試去使用的 我使用我的筆記型電腦 登入官方網站進去之後 點選 如畫面當中 步驟一有一個Manager Account 步驟二有一個叫做My Service 第三有一個叫E Supporting Ticket 就是電子的需求性喔 簡單來說就是寫站內信給客服啦 那這次的事件當中我犯了哪一些的錯誤喔 為什麼我第二張Alde電信帶到台灣就會失敗 而第一張電信完全都沒有任何的問題喔 我會認為因為當時在澳洲的時候呢 我為了要實驗一件事情 那我將我第二張的SIM卡呢 直接按下Replace SIM card 然後故意再買一張全新的空白的卡片 然後直接把門號呢轉移到那張空白門號上面 當時也是為了要拍片去實驗喔 但我其實個人強烈的懷疑 就是我新的那張卡片上面的序號 沒有完整的登錄在雙方的系統當中 也就是我第二張卡片的序號呢 是留在舊的一個系統當中 所以當我飛來台灣的時候呢 就一直沒有辦法註冊當地台灣的基地台 因為我換了新的卡片嘛 所以序號是不一樣的喔 那就如畫面當中這邊喔 所以就是卡片上面呢 一定會有一個400開頭 非常長的一串數字喔 那這兩串數字 如果你有更換過SIM卡的話呢 那這個號碼會是不一樣的喔 那這個ReplaySIM卡的功能是用在於你的手機啊 如果不小心遺失卡片不見 或是你卡片真的是故障損毀的情況下 你直接可以去Aldi的超市 或是網路上購買一張空白的Aldi卡片 直接可以線上把原本舊的門號隔空 抓過去複製在新的卡片上面 直接就是把它做替換喔 好那這個就是我登入官方的網站之後呢 我直接從網站裡面寫站內信給客服 我一共寫了兩封信件喔 各位在畫面當中看的是第二封信件喔 因為我第一封信寫的不是很好喔 所以他也只是給我簡單的回覆 告訴我說有我們都有幫你設定成功喔 但是經過20天還是失敗情況下 我在鼓起勇氣再寫了一次信 但這一次呢我告訴他這張卡片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喔 我告訴客服我曾經在澳洲呢曾經 卡片有故障 所以我買一張新的空白卡片去做更換喔 然後呢我也打開了國際漫遊 以及手機的相關設定跟另外一支手機 完全一模一樣都是在iPhone裡面喔 唯一不同的是我在第二封信件綱中 我特別的告訴他我新的卡片的序號 400內串數字是多少 我希望他可以把這個序號寫進他們系統裡面 並且更新資訊喔 那其實俊宜想要跟大家說明喔 因為大家不管是在澳洲呢打工度假 還是回到台灣跟澳洲人去交涉喔 那因為澳洲的這個文化呢天生呢就是比較自由奔放喔 那跟亞洲人的處理事情的這個思維邏輯是不太一樣的 變成是你需要時時刻刻的去叮嚀他 去關心一下進度或是你在信件電話當中 你必須要很清楚的直覺告訴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要提供正確的這個卡片的序號 讓他幫助他去提醒他去更新這個序號 在我們的基地台裡面才會成功喔 那之後呢他過了四五天的時間他就回 就是如同剛剛我們一開始看到這個排解的這個文件手冊給我喔 我就照他的步驟重新將第二張卡片把他重新的註冊成功了 相信你會看到這個影片表示你可能 Aldi電信在台灣跟我一樣發生這些事情喔 我們希望你可以平平安安在台灣收到來自澳洲的簡訊 所以呢當你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呢表示已經是發生問題了 所以我們不希望你發生跟我一樣的事情嘛 那這樣子會很煩惱 所以呢這張截圖的照片呢我歡迎大家你可以截圖下來喔 這個四個影片呢就是Aldi電信終於在2023年我全系列都有更新 資料以及每一個步驟很清楚的完整的教學喔 我相信網路上面應該沒有找到Aldi電信這麼詳細的教學喔 包含從你要離開澳洲之前或是你剛到澳洲要如何開卡吸碼或是跳電信 以及你在離開澳洲之前的前七天你的這個澳洲的信卡到底要做哪一些事情喔 以及離開澳洲的前一天的時候呢你可以選擇一年只要15元的方案 你就可以在台灣PAYG有效期限一年收到來自澳大利亞簡訊 同時間如果你有這個需求他還可以啟動這個特殊功能 叫做Wi-Fi calling都是免費的喔 那以及最後一格今天如果你是使用其他的電信喔 不管是Aldi還是其他電信你一定要上他們的官方確定他到底可不可以在台灣進行漫遊喔 像是超市的Cose電信在台灣就是不行喔 或是Konga Mobile這個電信喔 我在這邊就是很慘痛的例子喔也是不行的 所以大家在離開澳洲之前你的電信公司你一定要多做一些很多的功課喔 去寫信給你的客服多問一下確定是不是真的可以漫遊台灣的激勵台 或是你可以直接打電話去問一下或是去你的門市 如果有的話都可以直接做詢問喔 那或是上面這個四個影片麻煩都可以大家清楚的看過一次喔 整個影片看完可以就是非常的清楚了解 我相信一定能夠解決你的煩惱跟問題喔 我是Gin喔謝謝你今天的收看喔 那在2023年呢我現在人已經回到台灣了喔 那我將我畢生的心血跟用心的終於把它完全的處理完畢喔 其實我在之前的頻道留言當中我就有看過一個網友跟我說 Gin我的Alde電信到台灣呢不能註冊基地台喔 那因為當時我只有一支門號那我確實是很成功 我有嘗試在那個留言下面跟他講說你可不可以打電話給我還是說有任何方式我可以做你做聯繫 但他也沒有回我所以我沒辦法確認 那在今年的五月到呃今年的五月跟六月我在澳洲旅遊嘛 所以我就辦了第二支的Alde電信 但是回到台灣之後呢我真的就是發生如同網友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我也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我終於找到這個問題的癥結點是什麼 以及使用iPhone的手機如何去排解這些故障喔 希望這些影片能夠幫助到您喔 那也可以把這影片分享給你有需要的朋友 我是Gin下次與您空中再相見囉 掰掰 我們先看一下 一點點 我們先的電話